下一条 去年在南京林业大学的山坡 发现的徐达后人锦衣卫墓 出所了两块重要的墓名制 和一个罕见的蓝幼梅瓶 曾经在南京考古界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那现在时隔一年多的时间了 考古部门在锦衣卫墓的旁边 又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古墓 这座墓的墓主人和锦衣卫 是什么关系 现在报道 我现在是在南京林业大学 东面的山头 学校准备在这里进行施工 由于这一片曾经发现过 非常重要的古墓 因此考古队要提前进场进行勘探 经过几天的勘探 他们发现了一座非常重要的墓穴 从现在挖到的墓砖来看 可以初步判断 这是一座明代的古墓 墓葬南北朝向 长约三米 宽约两米 经过初步挖掘 露出了墓壁的一部分砖石 由于这座墓葬的出土位置特殊 仅零去年发现了锦衣卫墓 因此墓主人的身份也引发了多方猜想 南京林业大学靠近板仓一带的山坡 曾经出土过徐达 李文忠 等许多明代功臣的墓葬 特别是徐达家族 他的很多后人都安葬在这一带 锦衣卫墓的墓主人 就是徐达的第六代孙 因此专家认为 这座墓葬的墓主人 很可能也是徐达后人 不过 由于墓室的大部分还埋在土下 他的具体构造和建造规模 暂时还不能确定 会不会发现墓志明或者珍贵随葬品 还有待考虑